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他说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1月份了 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2021年的新的保险卡 但是2021年1月份的第一币保险扣款 却已经成功扣除了 而且他上到他保险计划的主页上面去看 新的plan也有了 他今年有几样更改 第一他说换了新的plan新的计划 第二他女儿超过26岁 已经不在他的名下就是保险了 但是网页上ID卡还是2020年的 他想说可不可以就问一下经济帮他打电话 就是更新一下他女儿这个信息 还有他自己的信息 但是尽管他做了一切这些动作 目前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这个正常吗 保险公司是不是没上班呢 这对他的保险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麻烦安娜帮忙回答一下好吗 好没问题 那这个问题看起来像是一个个人健康保险的问题了 你的这个钱已经扣掉了 其实证明你这个换的计划应该已经是成功了 那你要看一下成功扣款的这个金额 和当时那个保险经济跟你讲的金额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你有改计划 那女儿不在名下 那相当于保费和去年来讲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浮动 比较大的差别 那我们要先确定一下这个扣款是不是扣的对的钱 还是说什么都没有 只是我们把这个保险公司只是按照续保 按照你2020年的计划把这个钱扣掉了 那所以这第一步扣的是什么钱你要先自己搞清楚一下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你看到网页上面还是2020年的ID号码 这个部分呢其实已经有点不太正常了 现在对已经进入到一月份十几号了 你可以问一下保险经济什么时候去给你这个要的保险卡 一般的保险卡呢我们是说像保险公司要了之后 差不多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会收到 那如果我们是只是刚刚和保险经济 昨天或者前天跟保险经济讲的需要保险卡 那当然现在没有收到 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年初或者说7年年底就已经需要保险卡 现在还没有收到 那么就要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那主要我们要确定一下2021年 我们这个所有的换的计划是不是都有成功了 那就是看一下你的扣的保费 如果你还是在保持同样的保险公司 你只是换计划把鱼儿拿出来 你要确定一下你扣的保费是真正我换过计划之后的保费 而不是沿用2021年自动续保的这样子的保费 所以这一部分这个朋友呢 还要跟你的这个保险经济再核实一下 看一下我的保费扣的对不对 那如果真的是说没有做好或者有什么原因 没有做成功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赶快去做2月1号生效 那女儿超过26岁从你保单上面拿出来 需要给他单独再买一个健康保险呢 还是说他有公司保险 那还是说他自己报税了 他可以自己拿cover California 那这一些呢都可以跟你的保险经济呢 再去讨论一下 看一看到底怎么样来做 趁着现在开放投保期 如果我们1月1还没有做成 抓紧最后的时间 我们在开放投保期结束之前 1月31号之前把我们的保险要搞定了 好的好的好 这个健康保险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华星保险健康保险部门经理 高级健保规划师安娜高 谢谢你的解答 谢谢